你好 我們再來介紹一下油電車的一些駕駛技巧 就是可能對一些剛買油電車的人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現在呢 我的習慣開車的時候 油電車我都習慣停在這個畫面 因為這個可以左右移動 我會停在這個畫面 這個也可以上下移動 那會移到下面這一格 它這邊有兩個格 在這個地方再往下調 它會有這個電池的狀態 那我這是流電二驅的 所以它的一些指示燈會比較不一樣 油電四驅會有什麼四輪一起回衝啊 四輪一起傳動啊 或是兩輪傳動啊 這些不太一樣 或是兩輪的 或是兩驅的 二驅的 所以它的圖示像這樣 我現在油門放開 它現在是純電行駛 你只要有EV這個圖示出來 它就是純電行駛 它就沒有啟動引擎 那如何控制呢 就是像我現在油門補補 我不要超過ECO 它不會啟動引擎的 就是說我現在電池只要勾 我只要是塞三格以上 它就會存電行駛 然後我油門 如果當然就是油門補很大力 瞬間超過那個ECO 它就會 就是可能會使用到 使用到啟動引擎 會使用引擎去驅動車子 所以這一塊是大家在操作的時候 可以大概控制自己的油門 可以一直存電行駛 像我這樣一直存電行駛 一直吹冷氣 存電行駛 這樣的一個狀態下 其實是很省油的 等於說我現在這段路一直開 都存電行駛 然後現在要右轉了 都存電行駛 好我現在停紅綠燈 有沒有 從我剛剛停 從剛剛下來到 到 銅綠燈的時候 我全部都 就是存電行駛 就沒有啟動到引擎 所以這個就是油電車 為什麼在四區可以這麼省油的一個原因 那現在有存電行駛 當然你現在代數 當然 吹冷氣也是會耗電 當然這個就是 現在在四格 四格現在一般都是允許 還可以存電行駛的 那 只要看這個指示燈 EV就是代表我都現在 沒有引擎沒有啟動的 那再來就是 CHG就是 當我滑行或是說 塞插車的時候 它會去做回衝 所以EHC越下面 就代表 代表回衝的力道越大 然後 那個OFF就是 車子熄火 所以 油電車跟 汽油車 它這邊的 這邊的轉速表 汽油車的轉速表 這邊的油電車是一個 它的一個指示 引擎的一些 接能的指示 然後回衝的指示 等等之類的 所以跟一般的 汽油引擎 用轉速來比較不一樣 所以的話 要轉速 想要知道轉速的話 當然就可能另外轉 塔頭顯示器去 裝那個 塔頭顯示器去看 引擎轉速 但油電車其實不太看 好 那現在我要右轉 然後我如果油門踩大一點 瞬間超過 ECO 它就會 剛剛就會啟動那個引擎 好 我先因為右轉 需要等 一些摩托車經過 那現在這個 存電行駛呢 就你看我在市區 我只要油門 稍微控制一下 不要讓它超過 我都會是用存電的行駛 那如果 我只要超過 ECO ECO 超過 它一不一模式就不見效 我現在刻意把它超過 有沒有 引擎的實施 上面的引擎就開始 會去做驅動 有引擎介入了 所以一不一的模式就消失 那我現在油門放開 我現在掉下去了 我電池還夠 它現在有在回充 輪胎又在回充 然後又放開 滑行 它就回充 然後用電行駛 用電在驅動 所以就沒有去用到引擎 所以這一塊呢 在那個 使用那種 純四驅行駛的話 油電也很省油 高速呢 這台車其實 高速其實也會很省油 因為 跟油車比起來 畢竟它 高速有時候 它在充電池 充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電池也會幫忙驅動 輪胎 但是相對起來 沒有這麼省啊 省一點點 像我看這樣開 我已經開那麼久 就是大概 平均每公升都是大概18 18左右 17-18左右 可是因為我的 我的路程你看 像剛剛就是很容易塞車 所以很多時間都是在停止 如果這開油車呢 一公升可能 可能能七八五就偷笑了 因為畢竟 上下班 塞車時間 很 很多 不是沒有那麼順縮 你一直在 一直在跑 又不是 跑Uber 如果你是上下尖峰時間 在開的話 其實是 很 那個 很好油的 這一塊 大概是我的一些 這個油電的使用分享 可以讓大家 掌握一些油電的使用技巧 更讓自己更省油 謝謝